台中市第二选区立委罢免投票 结果出炉了 同一票数超过门槛 73744票 陈文维没能保住立委席次 今年傍晚 他在总部发表演说时 也向支持者道歉 而罢免方得知这样的结果 除了感谢妈祖保佑之外 更直言这就是公民正义 如今陈伯维确定期中考不及格 中二选区这一席的立委席次 也将在三个月之内进行补选 也势必又是一场苦战 三Q 罢免投票结果出炉 立委陈伯维没能保住立委席次 傍晚盛总部发表感言 陈伯维难掩失落情绪 向支持者致歉 这道的书我完全没有办法 这是我单票为了做得不对 我对大家有很多欺欠 有很多感谢 在今年前后 不忽畅和大家赞票 所以来的日子 我爱一个一个给你感谢 从罢免案确定投票 这五个多月来对陈伯维来说满是煎熬 除了得面对3Q阵营的猛烈攻击 十年前的往事更被一一揭发开来 投票前做十天选择投入百石苦刑 每天走上十公里 五个选区走好走满 积极挽救选民支持 还是得不到民众认同 至于罢免方除了感谢妈祖保佑 更直言这就是公民正义 不要以为选上了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要以为选上了就可以鱼肉相亲 甚至原本的竞选承诺跳票 反过来还要人民去接受 因为你可能就是下一个陈伯维 陈伯维担任立委时间一年九个月 从当初成功扳倒严家 到被联储罢免成了媒体焦点 如今成绩揭晓 陈伯伟其中考不及格被退学 对气势低迷的蓝营 宛如一记强行针 也象征着严家多年来的海线势力 影响力依旧不减 但对绿而言更是一大重伤 明年底的县市场选举 中台湾选情恐将陷入苦战 界中部赞不倒